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货车司机的阿基 收养了16只狗和3只猫 他叫他们做番薯兵团 在Facebook都有专业 一个月买狗粮就接近四千元 因为我长期开冷气给他们 电费都接近二千元 整首都是纹身价机承认 年轻的时候学坏过 起初养狗是因为无聊 以前都算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活者 所以就打算找回一些寄托 有一次经过旺角 入到宠物店见到一只西斯 就买了一盘 因为当时我试过有半年 是因为要着草 避开一些仇家 所以我曾经搬过出去半年 半年之后回家 我妈抱着肥丁出来开门 我妈都说 你出去半年 你曾经摆下一次兜粮 然后这半年你没回过家 但在这半年里 肥丁每天都在看着门口 看着你回来 他说你能不能去 其实那一下 我跟我妈说可以了 我就抱着肥丁 抱着他入房 但其实我是抱着他入房哭 所以我就开始喜欢狗 自从养了狗之后 阿基开始生性做人 没有再和以前所谓兄弟的人联络 狗的思想是比人简单 他不会想着动你 他不会出卖你 试过我没工作 试过我破产 试过离婚 都是他们在身边陪着我 现在阿基一有假期 就会带他们出街散步 我不让他们 我想应该到现在 我都是无所事事 都还是可能在那儿挂仔 我曾经经历过谷底 到最后在身边的 都还是他们 大家看看 我们下红柿的 都在今处理 我们下红柿的 在第一个小时 我们下红柿的